重點就是說他其實在這個位置來講練不久 嗯哼 看到第二棒的戴伯春這個時候又要考驗游擊手了 二雷水也過來了 不過也只能把這球擋在內野了 所以游擊很多球會過來 然後各種各樣的難度都有 這一球你只能用空手去抓 再用手套去多一個接納動作的話 這個球因為投手碰到以後已經減弱他的滾動速度了 好 積極的攻擊戴伯春 這一球又是找上中右外野方向 這個時候就是安打了 上到二壘 對手把比數扳平 這一球積極攻擊最後左外面落地形成安打 戴伯春 擊出安打要掃回超前分了 接著上場打擊的是第三棒汪嘉義 現在進去那一邊 下一個 這個就看見了 一邊 還有一邊 陰默 上人 就是 那一邊